大家好,如果你家中饲养宠物狗或者牛马羊各种大型生虫 它的脖套或龙套破损时,你还怕它跑掉走虚 我们用这个最佳的应急绳结,宠物结 这种绳结既勒不到它,它也跑不掉 而且做法非常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做法 只要顺时针的形成一个圆 主绳这个绳头这侧,双折叠从这个圆中穿出 然后蒋鸡稍稍的这样一拉伸 这里自然生一个绳儿,绳儿可以随意调节 然后我们蒋鸡套入它的脖子的部位 根据它脖子的粗细,我们可以随意调节这个绳子的长短 看一下啊,调节完之后,将绳头绕主绳再次窜过 然后蒋鸡收紧 看看啊,这种绳结,它再用力增啊,也跑不掉 但是啊,也勒不到它 非常简单实用,大家看一下啊 用于代替宠物的脖套,或者是牲畜的龙套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 在日常生活中啊,应用非常广泛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日常生活中最为实用的定点锁装绳结啊 无论是木装上,铁管上,我们想固定绳子都非常实用啊 首先,我们讲绳子,双折叠 围绕这个圆管一周之后啊 讲长一点这个主绳,从中双折叠窜出之后 稍稍拉紧绳头这次啊 绳头绕主绳一周 然后再次双折叠窜过这里 这样就完成了啊 无论是锁装定点,还是拖车雕物 这都是一个非常牢固可靠的绳结 它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啊 就是我们想解绳时,可以很轻松的瞬间描解 大家分享一个固定防晒网四角,扇部四角 或者是塑料部四角的最佳升级,布角结 首先,我们讲绳头,双折叠,压在这个防晒网角 将防晒网角啊,折叠回来 中间啊,稍稍撑开 注意,白绳的绳头,从中,顺时针地窜过啊 围绕它缠绕,三到四周都可以 这要看你预留绳头的一个长短啊 在日常生活当中啊 我们用来固定这个扇部的四角 或者是塑料部的四角 最主要啊,是防晒网的四角 它是一个非常简单实用的绳结啊 三到四周都可以 缠绕完之后啊 最主要的一个关键点是绳头要双折叠 双折叠放置在这里 我们拉紧主绳,看效果啊 这样就完成了 它在受力的情况下是不会缓截的啊 非常简单实用 最主要的一个关键点是 如果说你想解绳时 我们只需轻轻的一拉这个绳头 瞬间开截 大家看一下啊 非常简单实用